北京时间4月6日2点45分 维尔纳和奥尔班各进一球 最终RB莱比锡主场2比0击败多特 拿到最后一张德国杯四强入场券 作为未免冠军 莱比锡连续三个赛季闯进德国杯四强 他们前两个赛季军闯进决赛 最终收获一贯一亚 这只是莱比锡在得甲的第七个赛季 但他们进五个赛季四次闯进了德国杯四强 同期没有球队比他们进德国杯半决赛次数更多 他们进五个赛季唯一一次无缘德国杯四强 是在19-20赛季1比3不敌法兰克福止步16强 而这一场0比2 让多特遭遇了客场面对莱比锡的三连败 最近一段时间多特遭遇了黑色29天 从欧冠1分8决赛被切尔西翻盘淘汰到上周末 2比4输掉国家德比让出联赛榜首 再到现在德国杯被莱比锡淘汰出局 他们三线崩盘 两大杯赛出局 420-21赛季德国杯决赛4比1击败莱比锡夺冠后 多特已经是连续两个赛季无缘四强了 在前一天 图赫尔执教的拜仁同样也出局了 他们在主场被弗莱堡2比1绝杀逆转 连续三个赛季无缘德国杯四强 德国杯四强已经全部出炉 四支参赛球队分别是法兰克福 弗莱堡 斯图加特 和莱比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